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 我相信朋友看了这个标题 这是今天上午 川普在一个媒体的采访当中 首次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原来没有听说过 从来没有听说过 而且披露出一些细节相当感人的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看到 1月6号的一些受害者 一共有七八百人被司法部起诉 那个就是被抓捕 被被被判刑的被抓捕的 大概两三百人 最长的大概有七年多被判 那这些人呢 其实都是当初寻求真相的人 是蛮难 说句心里话蛮难处理的 在公开的环境当中 我们看到川普大多都是 口头上有所支持 对吧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很多细节 和一些非常直接了当承诺 而川普的承诺呢 从他四年的美国总统 和2016年 2015年 2016年参选 他是兑现自己承诺的 美国总统当中 很少的那么高比例的人 那左派的媒体 所谓的主流媒体 跟包括民意调查 是以攻击的方式出现 原来这些东西都没有 你看不到正常的报道都没有 但实际 川普是真正兑现自己承诺的人 所以今天上午他在中午要开庭 对吧 有关这个有关海湖庄园遭到突袭 第一次开庭 在这个开庭之前 那川普可以很坦然和充满自信的 在表述了 如果他要再当选的话 如果竞选成功当选的话 他将完全赦免所有 1月6号在活动中遭到政府迫害 而且呢 要以美国总统的身份 向这些人道歉 如果以美国总统身份 向这些人道歉的话 那美国政府要给予相当的赔偿 相当赔偿 所以这同样 这也表现出 作为美国政府来讲 他轮届换班的背景之下 使得美国人民多少 有一种期待跟希望 就是即使遇到了错误 即使遇到了麻烦 也有可能被修正的过程 那这些过程 大家注意到这些过程 都是跟法律相关的 我还是就是节目中一再强调 当美国最高法院修正了自己 那他回归到 美国宪法原始的状态的时候 这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国家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他能够从这样的悲剧中 survive 就能够幸存下来 一些好的人 好的事情 包括好的品质 得以幸存 那川普呢 充满信心的表态呢 对社会 对今天的选民来讲 对那些支持川普的人来讲 特别是保守 具有保守派思想的人 以至于会影响到那些独立人士 他没有明确的党派分歧 影响到那些独立人士 却多少有了一些传统思念的人 会认为川普是一个真正承担责任的人 因为无论怎么样 1月6号呢 是川普号召去的 那一号召人们去了 那作为个体的人 结果遭到后来的迫害 包括川普自己也遭到迫害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川普还愿意去承担这份责任 而且身体力行的 在真正帮助这些人 他就提到他说 很多被迫害的人 他在财务上去帮助了他们 这是蛮令人感触的 因为在当时去这个 去这个华盛顿DC 几十万人 那被迫害了几百人 那当然都是很多是普通人 他没有那么大能力 去应对这些法律上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他我们看到的故事了 那这篇报道是英国的 这个Dellie Mail 美日电讯非常左派的 所以报道当中呢 他故意去 他不去赞扬川普的一份承担 他却反而说呢 川普去赦免那些坏的 他是从这个角度 那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 这件消息 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报 我们也知道川普为什么这么做 他是一份善良 他是一份善良 而报道者心怀鬼胎 对吧 报道者的心怀鬼胎 是以确定今天 在美国社会中 1月6号委员会也好 司法部也好 在表现出完全一种 一种利益的独裁者跟欺诈者的时候 他们去同归一制 所以也就表现出 好像这个社会的太多的人 都在恨川普 恨的人是邪恶的 恨的人是恶者 人不能憎恨 神佛憎恨吗 神佛憎恨吗 那耶稣被杀的时候 有着非常憎恨的心态吗 憎恨他杀他者那些人吗 他要憎恨的话 他为什么不好召别人去 把那些人杀了 川普表示 如果他成为总统 将赦免所有参与者 而且代表美国政府道歉 而且他提到说 他实际见了这些受害者 他正在帮助一些人 这是他今天上午表示的 他尚未宣布2024年大选 但多次暗示这样的 在几次集会上都讲说 他们会对他决定感到满意的 今天上午 他在叫贝尔 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 我的意思是完全原谅 向所有人道歉 政府道歉 并给予赦免 这些取决于 他是否能够回到白宫 所以他报道是这样 那他那作为川普来讲 自己的表态很清楚 如果进入白宫 回到白宫 我将即可赦免那些 1月6号被政府判刑的人 而且基于道歉 那基于道歉是政府错了 所以他不仅仅是赦免他们 反过来就是 就是不乱反正 对不对 叫不乱反正 本周他会见了一些被告者 甚至在他直接讲说 他帮助了一些被告者 在财务上所面临的困境 我在经济上支持了那些人 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人 他们两天前就来到了办公室里 所以我知道 那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耻辱 这是完全的一种耻辱 这是国家耻辱 对吧 因为你司法部现在的做法 那个国会这样的做法 是表现出不那个 然后说那些参加的 川普参加当天活动的支持者 有些人被定罪 甚至判了几年 然后他下面讲说 国会大厦袭击造成四人死亡 140多人受伤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报道者的血案 非常的不打地 对不对 那袭击造成四人死亡 那四人死亡跟着袭击没关系 真正唯一一个有关系 是被警察打死 他不这么说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 整个这种做法 说法本身 就是非常那个 那可是在我看来 在我个人的看法当中呢 就是川普可以 有可能会 有机会回到白宫 在川普回到白宫的时候 其实大家同样会看到 整个左派势力 在西方社会 完全衰败的过程 其实包括这些媒体 那所以他 他的力量来处 不是一个单独人 他能获胜或者失败 不是的 他应该是一个大的 人类社会的背景 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那拥有左派的 与魔鬼同代思维的人 思维的生灵 遭到了淘汰 才会这样 也就是说 人类社会被修正 被真正的神性 重新修正 当然这是我理解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在上最后 现在会一个心中 陪优筋 你在 chopped 不用 翼 八